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车上 另一位店长徐姑姑问他 你就没什么害怕或者顾忌的事吗 方四景没有丝毫犹豫 说有 饿 作为一个差点被扔进井里淹死的孩子 方四景的生活过得太艰难 没钱上学 没钱吃饭 刚走出来工作租不起房子 只能住在人来人往的楼梯间上的储藏室 即便如今赚钱了 他也特别节省 赶住凶宅 因为房租便宜 从不吃午餐 早饭吃四个包子 两杯豆浆就能撑到晚上 原生家庭的悲剧一直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父亲车祸撞死人 和爷爷一起躺在医院里 他饿了整整两天没吃饭 因为卡里余额就还只剩57块钱 知道他的经历以后 我们似乎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为了卖一套房子什么都能忍 哪怕被当众打巴掌 哪怕一天靠腿爬28层楼三次 哪怕手受伤 他还是满心都是工作 因为他吃过没钱的苦 对一个成年人来说 尊严是没有意义的 能活下去才是根本 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容易而自 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焦虑往往都是钱在作祟 每个人小时候都会说 钱不重要 快乐就好 可越长大就越觉得打脸 因为没钱 很多快乐就难以保证 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 就会越来越发现 赚钱的速度 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天天坐着拥挤的地铁上下班 工资低的不足以支撑日常生活 不敢生病 不敢花钱 面对老人和孩子充满了忧虑 小时候一堆的梦想 长大后都变成了一个多赚点钱 真不是虚荣心作祟 而是成年人的退路都是钱给的 毕竟生活中面临的95%的问题 真的都能用钱解决 在高昂的手术费面前 钱能买了生命 补充营养 能提供最好的医疗环境 在租房买房的时候 钱能买来时间 住在郊区还是市中心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 钱能买来爱情 你没钱没关系 我有 你爱我就行 电影《寄生宠》里说 钱就像一个运斗 能运凭生活的所有褶皱 工作不是自己喜欢的 还要硬撑着不敢辞职 生病了最怕去医院 折腾一趟小半个月工资又没了 想让父母过上好的生活 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有待实现的难题 都只能说一句 等我有钱了 都说钱是妄恶之源 可现实里 我们见过因为有钱变坏的人 似乎不算是最多的 可因为没钱而受苦的人 不计其数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钱意味着选择 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钱乃一味良药 有明目张胆之功效 著名华裔女星刘玉玲 曾经在一次采访中 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从我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件事 万事犹如生意 所以我工作后很努力地存钱 我把这笔钱称为Fuck You基金 如果你有了这笔钱 当有什么意外发生 或者有人强迫你 或者辞退你 你就可以对他们说Fuck You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Fuck You Money 无论钱多钱少 这样才能拥有和命运抗衡的底气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永远给自己存一笔钱当作退路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用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跟意外 到底哪一个先来 说养你一辈子的人 可能会背叛你 正在壮大的公司 也可能随时倒闭 身体健康的家人 或者自己 也可能会生病 这时候唯一能帮上你的 就是你工资卡上的余额 有人说钱是人的胆 其实放到这个现实的社会 甚至可以说钱是很多人的命 从基本的衣食住行 到事与远方 从满足自己的心愿 再到成为所爱之人的坚实后盾 钱都是一切的基础 王尔德说过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发现确实如此 别在该努力的年龄里说躺着真好 也别在该赚钱的年纪里说钱不重要 当你意识到钱重要的时候 再努力就晚了 努力去赚钱 去做更好的自己 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 做人最怕不择手段 把朋友为难 把自己欺骗 做人最好一心向善 善良有福报 大恶必遭钱 祝你永远做一个兜里有钱 内心有富足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你和我都是孤独的鬼 我都是孤独的鬼 我都是孤独的鬼 他和他都是孤独的鬼 他和他都是孤独的鬼 空不到生命可悲 如果我带你回我北方的家 让你看那冬天的雪花 你是不是也会爱上他 用力阳光冰冷的花 你和我都是孤独的鬼 你和我都是孤独的鬼 也许有天 也许有天 我们流出眼泪 那样自食的王八 如果我带你回我北方的家 带你回忆过去的年华 如果你愿意爱我的话 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如果我带你回我北方的家 让你看那冬天的雪花 你是不是也会爱上他 用力阳光冰冷的花 如果我带你回我北方的家 带你回忆过去的年华 如果你愿意爱我的话 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